东京奥运会之后,中国女排张昌年在采访时宣布重大消息,中国女排或将再添一名大将,为下届东京奥运会增加审算。这位大将是谁呢?张昌年的这一决定,更上官那球迷放心,他到底说了什么呢?大家好,这里是体育新名册,带你看遍体坛大世界。 排球,所以三大球里唯一夺冠的项目,中国女排一直以来都是中国人的骄傲,中国女排能取得如今优秀的成绩,背后离不开每一位球员和教练员的努力和付出。 说到中国女排的多面手,许多球迷脑海里浮现出来的第一个人就是张昌年。张昌年是打沙滩排球出身,基本功相对来说比较扎实,她能够擅守,在前排有威力十足的扣球进攻, 在后排又能高效地完成队伍的遗传防守任务。更重要的是,她可以在全场各个位置发起进攻,能在主攻坚硬两个位置上自主转换。 从小张昌年出生于排球世家,父亲张友生和哥哥张晨都是中国男排的国手队员。 张昌年在这种氛围中长大,十岁时开始练起排球,凭借优秀的身体条件和从操打下的扎实基础,十四岁时就直接进入中国女子沙滩排球队。 两年后就拿到了她的第一名,亚洲金牌。 虽然张昌年在沙滩排的成绩很不错,但是上线不高,在亚洲范围内可以担任第一。 但到了国际赛场上,中国队还是很难战胜非常暴力的外国队伍。 特别是父亲和哥哥都是室内排球出身的关系,让张昌年的内心一直有想打室内排球的想法。 2013年,工军教练郎平接任邀请在世执教中国女排。 张昌年在第一时间得到了这个消息,在2013年底果断做出了转战室内排球的决定。 这样一个勇敢和果断的决定,对张昌年的未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 这个决定不仅满足了她想打室内排球的心愿,在郎平教练的带点下,更是很有可能登顶世界冠军的习惯。 成功转入室内排球,令张昌年很开心。 从2014年,张昌年第一次入选国家队集训开始,再到如今以主力的决策,在各种比赛时表现出色。 张昌年的排球成长生涯,在我看来是非常出色的。 她和朱婷在排球场上的配合也是非常亮眼。 如果说朱婷为中国女排带来无限可能,那么张昌年就是在背后为她保驾护航的人。 由此看来,张昌年也为中国女排做出了很多的贡献。 然而,在东京奥运会,中国女排表现不佳,面临重组问题。 不少球迷担心主力队员的离开,会为中国女排带来影响。 而张昌年最近宣布了一个重大消息,让中国女排的球迷再次拥有了信心。 她到底说了什么呢? 在此之前,有报道称,海外队曾经在以前联系过她,开出比较诱惑的条件,想让她加入。 但张昌年却没有为此所动,回答说, 我的去留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事项。 从她的话意思来看,她很考虑集体的意思,不会擅自决定。 除此之外,张昌年还说不喜欢热搜,更喜欢整体看中国女排。 从她说的两点可以看出,张昌年是个非常注重集体荣誉的人。 她不浮躁不追求名利,一心只想打好比赛,帮助中国女排争夺更好的荣誉。 所以说,张昌年宣布的这一重大消息,对女排来说是很有利的。 并且,在近期联赛的比赛上,天津女排新进的一位00后小将陈伯雅。 在刚刚结束不久的联赛总决赛上,陈伯雅领为首名, 在比赛场上敢打敢拼的她,为天津女排夺冠,立下其功。 当然替补坚硬的陈伯雅,在决赛第二三两场决定性的较量中,成功扮演了很重要的起兵角色。 在天津女排3比1,逆转战胜江苏女排的决赛中,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。 在排超决赛的比赛中,陈伯雅的表现可谓是一大亮点。 陈伯雅扣球十分冷静,有大力扣杀,有轻拍搓掉,打球的球伤可谓是很高。 在决赛这样的关键时刻,依然面不改色,能够冲得出来。 从这些表现可以看得出,她的比赛气质不一般。 不但拥有一颗大群脏,而且陈伯雅技术还很全面,要遗传功底,进攻也是有模有样。 场上可打主攻和接应两个位置,更让人惊喜的是,在她右肩受伤后,她就改为左手进攻。 在绅士全域后,又改为右手,左右手都能扣球,堪称奇才。 个人技术方面,又多面手的前置,让不少人晓得到张昌宁,觉得她和张昌宁有很多相似方面。 中国女排现在正是需要新鲜血液的时候,如果以后陈伯雅能加入国家队好好训练, 也许以后能像张昌宁一样,成为中国女排全面性主攻手,在各种比赛上获得成绩。 而这样,中国女排就如同如虎添翼了,周庭也可以安心地将病养好,跟大家一起并肩作战了。 而中国女排在东京奥运会结束后,就一直备受争议。 球员中有多名老将,年过三十即将退役,中国女排面临重组,许多球迷以为张昌宁也要离开。 如今,她在采访中这样说,也许你无数球迷放心了。 其实中国女排的学历是很出众的,他们通过了很多比赛的经验,让中国女排越来越好。 如今张昌宁有这样的大学观,我们以前都不太担心了, 他们一定能再次带定中国女排取得更好的成绩。 中国女排是我国的荣誉之牌,他们获得的教人成绩响于全球,是世界顶级球队。 拿凭教练和女排姑娘们一直都是中国人的骄傲。 中国女排姑娘们都是为祖国做出重大贡献的人,胜败乃兵家常事。 每个人的状态都会有高低起伏的时候,能够痛定思痛吸取教训,分析原因解决问题回复时期。 这才是目前中国女排要做的事,球迷也会一直支持中国女排的。 相信张昌宁和女排其他姑娘们会在下一次比赛带来惊喜, 中国女排必将再早回华。 重新续写篇章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,喜欢的点赞关注加转发,我们下期再见。 нако manares家常事业也会避免 Cav也 Ster。 ל由选择rage的則冠师将提出 ill 그때的这个写作。 感谢观看